大家好 这个简报是交通部在日月潭办的一个 2021自行车旅游年策略营 会议中有台湾跟自行车相关的产观学界 在这边骑机于堂 然后有做许多简报及分享 我在这个策略营当中有15分钟的分享 就是这个简报 有些朋友想要知道我那天所分享的内容 因此将这个简报做成影片 然后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对于内容能够多于指教与指导 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绿色运输工具的串联与衔接 如铁道捷运等 今天要分享的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谁需要接驳 第二有关于单车接驳 我们台湾的大众运输的现况 第三优化建议 在2006年油价大涨 那时候台湾开始 惊起了一波单车热 开始就非常留情一句话 走路太慢开车太快 骑单车刚刚好 这句话带给我一个非常优雅的想象 单车是一个很棒的交通工具 可以轻松的带我四处去旅游 不过车买了之后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要骑到单车并不容易 而且常常在练乘的过程 常会遇到一些很特别的状况 好慢一点让我在前面 看完影片大家会觉得 骑单车明明很累很危险 那为何还是很喜欢骑车 单车在我的认知 原本它是单纯的交通艺术工具 但是我为了健身 我把单车单程是运动器材 我透过单车来训练体力 然后提升技巧 渐渐的我发现 单车它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 它可以说是我肢体的衍生 可以让我动得更快 爬得更高 看得更远 我跨住脚步之后 渐渐发现 我们台湾是一个 全世界唯一无二的单车旅游胜地 我们台湾最大的特色就是 在很短的距离 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地形高度就像无线谱 美丽的风景人文就像音符 我们可以用单车 奏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曲目 这个是我后来渐渐想出来的一个 台湾单车运动旅游架构 台湾这么棒 我们要去骑访 除非从家里面直接骑过去 否则我们又要面对的 就是单车的运输结果 那很多人会说 不是可以到当地用租的吗 我想我们把自行车旅游的行为 把它拆解来看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交通休闲 以及运动三个主要的应用 在交通部分 我想公共单车 基本上就是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那如果我们要休闲 有些地方公共单车可以 但我们也渐渐会把自己的单车带过去 但是如果要把运动加进去 尤其是有强度的运动 这种专用的自行车 它就变成是必备了 怎么说呢 因为这些专用的自行车 都是有尺寸的区分 会按照我们的身高体型来做区别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差异 那我们观光局每年一丢会定主题 今年2019的主题是小镇漫游年 如果是小镇漫游 基本上当地的公共单车 或是租赁业者的提供的单车 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2020是吉良山脉旅游年 虽然这个主题主要是登山 但是台湾许多的高山公路 都非常适合起辖车 这些有特别功能的运动款单车 它就变成是必备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2021自行车旅游年 台湾有这么多这么棒的自行车道 有这么多风景壮丽的进阶路线 还有有这么多可以深访的部落小镇 另外我们台湾有许许多多的美丽的地道 这么多的路线我们要去造访 专业或是大众移书接驳 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议题 我想专业移书接驳 目前的业者已经做得非常好 只要大家付出费用 这些专业的业者 就会把我们的需求能够完全的满足 那我们今天主题是谈的是大众移书接驳 我想就由踏入国境开始 我先讲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车友是新加坡人 那几年前透过脸书 发讯来询问有关环岛路线 经过几次的往来 他大致上已经了解我们的单车路线了 最后他发来信给我 他说Eddie 谢谢你提供的路线资讯 这样我完全明了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飞去台湾开始骑车了 我最后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桃園下飞机移好单车后 你建议我骑哪条路 我就可以开始逆时针环岛 这是桃園机场的Google地图 有骑车的人或是有朋友 从国外到台湾骑车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机场的另外的道路 是不可以骑单车的 如果说我们台湾是一个自行车岛 那我觉得桃園机场 其实有点像是孤岛 好 我们现在就有比较完整的角度 来看我们如何透过大众运输 来运送单车 当然我们就从这个机场 从搭飞机开始 基本上呢 单车要上飞机一定要装箱 那这些要注意尺寸重量限制 而且呢 要跟航空公司先联络 基本上你如果没有操纵 就不会有额外的费用 当然你如果去联航 那就是买重量 那一般有一些比较小的飞机 他是无法上飞机 无法上去的 当我们抵达机场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脚踏车不能直接主张骑出来 那我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利用机场捷运 那机场捷运的规定是这样子 要装入汽车袋 那不需要额外的费用 但是你要合乎他的规定 他的规定就是最长边 不超过165公分 长宽高的总和 不超过220公分 我们机场的捷运呢 他的规定其实会有一些冲突 就是像我们这些 像我们经常出国 或是国外搭飞机来台湾的旅客 他所用的专用的吸车箱 吸车袋 这个尺寸加起来 其实都会超过 曾经有位车友 就发生了一个很惨的状况 他用这个纸箱把单车打包 从季节台北站要进站 就会被染下来 所以他的尺寸超过 逼着他赶快冲回家 开车开到机场 才赶上他的扳机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高铁 高铁的规定是这样子 要装入汽车袋或箱 不需要额外的费用 但是尺寸是这样子 每件的长度 不可以超过150公分 长宽高的总和 不可以超过220公分 因为高铁的车厢空间有限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规定 也算是合理 而且这也是大家经常运用的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型客运 大型客运 基本上是要装入汽车袋 也要注意尺寸限制 各家不太一定 但是大致上就是220公分左右 不需要额外付费 那一般的公共汽车 如果是没有行李区 那就没有办法携带 再来我们看客轮度人 台湾的大部分客轮度人 大部分都可以直接带上船 但是需要额外付费 那你如果是用这个汽车袋 那就有些他会视为行李 所以是免费的 再来我们看捷运 北高的捷运基本上 都可以付费直接上车 那如果是你用汽车袋 那是不需要额外付费 好 再来我们看火车 火车它的运用范围最广 它的原则是这样 有部分的班次是可以直接上车 但是需要额外付费 那所有的班次 你可以用汽车袋 戴上去 不需额外付费 好 我们岛内的这些主要运具的特色 是这样子 第一个高铁呢 它最大的特色 是可以快速到达 但是它空间有限 它费用也最高 再来火车呢 因为我们有环台铁路 所以环道都可以利用 利用率非常高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可以大运量 第三个大型客运 大型客运是西部为主 那费用低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运量有限 一台客运大概只能装一到两台 所以整体上的优点是这样子 台湾的大众运输系统 因为政府的推广 所以基本上是支持单车运送的 第二个 多年下来 渐渐的一调整 我们的服务品质 其实持续在提高当中 那有需要优化的部分 是这样子 我觉得第一个 吞吐量最大的 台湾机场 单车无法直接进出 这个部分呢 如果无法改 直接改善 是不是有些其他抵抬方案 第二个 机场捷运不够友善 第三个 两铁班次资讯非常复杂 我以这个2019年8月25号为例 假设我们要由台北的松山 带着单车 搭火车到花莲 也就是不打包 要直接上火车 如果我们上铁路局的官网去查询 两铁列车人车同行班次 对号班次是没有班次的 是零 非对号的一班 他的额度只有15个人 好 非对号这班看起来方便 我们可以直接到花莲 但是这班呢 是晚上7点多开的 到花莲已经10点多了 如果我们的民宿是定在比较郊外 一到花莲就要开始业起 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好啊 那我想我们在地的车友都知道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区间的接驳 也就是我从松山搭到宜蘭 再由宜蘭转搭区间火车到花莲 这时候我们查对号 各区间是没有的 那非对号就比较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非对号的接驳 如果我们由松山搭最早的两铁班次 搭到宜蘭 再换可以衔接到花莲的班次 结果 我们到花莲已经下午4、5点了 所以呢 如果透过这样的接驳 由台北到花莲 光搭火车就需要一整天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部 台南、高雄、屏东 都是单车旅游重要的区域 我们查松山到台南、高雄、屏东 对号是没有班次 非对号也没有班次 其实知道的人他是需要接驳 我曾经试过 由屏东、屏东、屏东搭区间火车 转了三半到台北 也是花掉一整天的时间 以上的分享就是我们在台湾 以单车运用大众运输系统接驳的现况 接着我们要谈的是优化 我们以单车学习骑上五岭为例 五岭是我们台湾公路的最高点 要爬上它 它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但是当我们能够爬上五岭的时候 其实体力技巧已经大幅的进步 我们就可以骑着单车在台湾试图旅行 那利用大众运输接驳来运送单车 它也是需要学习 它也是有门槛 但是它相较于我们爬上五岭 不同的地方就是 当我们开始利用大众运输来接驳单车之后 发现即便熟悉了 它还是有很多的困扰 很多的困难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火车的这个接驳为例 所以呢 如何让民众利用大众运输接驳单车 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难度降低 我想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优化区间 它的方向 原则上就是以目标族群的思维 来做系统整合优化 因为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支持单车 已经都有了 这些系统都已经存在 而且已经花了那么多年建置起来 我想做好优化之后 我们台湾的单车旅游环境 会更加的吸引人 只要有一天 让国外来台湾单车旅行的车友 他带着单车搭火车 是他旅行美好体验的一部分 我想台湾就是一个全世界最棒的自行车岛 以上分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